军村佳节 我跟这个大黄 又来了 黄族民 别这么叫 叫惯了 改一改 我跟老黄 黄族民 我们俩特别高兴 是 为什么呀 有机会 能跟我们亲爱的观众朋友们 一块联欢 高兴不高兴 当然是高兴了 所以呢 我这儿有一幅春联 您给听听怎么样 可以呀 你说说 我这上联啊 天开美景 春光好 下联 人庆丰年 节气和 好啊 好啊 走呀 可以 行啊 行不行 不是 你没怎么上过学 还能写对子 别看没怎么上过学 我呀 爱看书 属于自学 自学成才 成才谈不到 作为相声演员 就应当多方面的学习 没错 我这人呢 爱好就比较广泛 是吗 不过我最喜欢的 什么 还是咱的民族艺术 对 民族艺术 是我们国家的宝贵财富 就拿京剧来说吧 那是国粹 生蛋竞莫丑 行当齐全 每一个行当呢 还能分出多少流派 对 它风格不同啊 你懂京剧吗 不敢说懂 反正我喜欢 好 今儿我高兴了 怎么着 我在这唱一段京剧 你唱一段 你给听听 我这属于哪一派 行 好 停 打住 别唱了 拦着 什么呀你这是 哪一派 还哪一派 你这哪一派都不是 怎么呢 你唱的根本就不是京剧 这是曲艺 京韵大补 余波押衰琴 里头有这么一段反二皇 这要唱好了 得算落派 落玉生 落老太太 对吗 没想到 这曲艺你也懂 还什么叫也懂 我告诉你 我从小接触曲艺 怎么呢 因为我爸爸是弹弦的 你爸爸弹弦的 对呀 弹三弦 没错 对对对 怎么样 有印象 想起来了吧 有印象 你爸爸弹弦 弹弦 你爸爸是一大胖子 是不是 谁说的 也不是特别吗 就跟你这意思一样 虚胖囊肿 就是 俩小的肉眼 弹三弦 弹三弦 背着弦子挨家串 串糊涂 唱个小曲啊 批拔字啊 算个流年大运 反正他就担了个小曲 好 可是我爸爸是算卦的 他还有一小堂锣 有时候敲 有时候不敲 行了 你打住吧 哪来的小堂锣啊 告诉你 我爸爸没算过卦 没算过 他这是曲艺老票友 搞伴奏三十多年了 那是老弦诗啊 要我怎么从小接触曲艺呢 好 以前有这么一说法 怎么说呢 说咱这曲艺啊 缺少青年观众 是这么回事吗 错 错了吧 绝对错 咱这曲艺老中青都爱听 对 甚至于小学生他都学曲艺 没错 我这孙子四岁就学快板 你瞧瞧 现在年轻的曲艺行家多了 有的是 有这么一回啊 电台搞了一个曲艺晚会 叫什么呢 演员与观众大家唱 那是曲艺达人秀 对 就在那个晚会上 我唱了一段单行 唱着唱着 有个小虫子 拿灯一照 飞我鼻子眼里去了 多寸呢 打了个屁股 坏了 怎么着 把下巴词给忘了 你这玩意学的也不词实 忘词背不住 您唱的是哪段呢 唱的是武松 其中打虎玉兄那段 哦 这是解派丹弦 忘了 哎 能不能给我们学一学 可以啊 来来 这段子一共啊 五个曲牌 哦哦 曲头鼠唱 太平年南城调 最后呢 是欠块书 对 头里这俩我都唱挺好 没问题 曲头鼠唱 没问题 到太平年这儿 忘了 你看 谢派的太平年还最讲究 舞大郎 露英莹 这位好汉儿Wo Gü 说兄弟,一别二年,你把哥哥我给扔了 没想到咱们今天又相逢 你大伤了人命,逃出了家中 撇下了哥哥,我是孤苦又伶仃 张大虎他们家中,是正把人用 哥哥我,一道在他家 忘了,一道在他家 哎呀,怎么着啦 怎么着,怎么着也想不起来了 哎呀,急了我一头汗 是啊,就在这部分,台底下第一排 坐着一个青年人,是啊,站起来了 别着急往下唱,一道在他家去做唱歌 哦,对,我去做唱歌 唱下来了,唱完这段我跳下台,紧紧的握着他的手 老弟,谢谢你给我提词啊,咱俩得交个朋友 好,你贵姓呢? 免贵,我姓丁 姓丁他,他叫什么? 我丁文元呐 哦,丁文元,就是跟王德成俩人吵架,归派出所那个对吧 啊,别提了,那是过去了 哦,都过去了 这事咱不提了 不提了,不提了 自答我那挺曲艺挺的 嗯,越来越好 怎么呢? 我那场子呀,平时险进各人了 嘿,您听这曲艺多大力量 这时候有个记者过来了 哪儿的记者呀? 就是电视台的 哦 电视台老何 老何 认识吗? 我,我知道电视台好几个老何呢,我都认识 哦,对对对 嗯,老何来这采访 哦 录音录像 好 我给他们俩人一引荐 嗯,老何说 好啊 嗯,就请你谈一谈 对我们这个曲艺的看法吧 说说吧 我呢 嗯 不是,有骂说骂吧 太好了 我认识啊 嗯 听曲艺都跟喝茶一样 喝茶一样 嗯,上瘾 哦 而且呢,竞技实惠 嗯 清心明目 见味小诗 不不不不 有好识 您等会吧,打住吧 越说越不像话了 这曲艺怎么还清心明目 他说的有道理 有道理吗 他越说的对啊 是啊 听曲艺太好了 哦 听长楼啊 嗯 长知识 哦 明示礼 对 不惹祸不犯错 是啊 你看在座的各位 嗯嗯 这都是常听曲艺的 老观众了 这都是最文明最礼貌 最讲道理的人 没错 对不对 嗯 大伙儿啊 没有蛮不讲理的 没有 没有 没有说 听完曲艺 嗯 出去碰瓷去 嗯 是那个 嗯 那都不是曲艺观众 对 那都是什么观众啊 我哪知道 对啊 还真是 还有好处 这曲艺啊 不仅有艺术性 嗯 还欲褒贬别善恶 能净化人的心灵 太对了 是不是 老何说 小丁啊 嗯 今天咱们是 大家唱啊 对啊 你能不能 也唱两句 好啊 我 啊 不行不行 怎么 这根横横两句行了 真唱啊 得十年八年的功夫 哎 我说 你就别客气了 不行 我这嗓子也窄 没关系 太难听 我们就爱听这窄子 非让我唱 来两句 非让我唱嘛吧 啊 小两句搬云鹏吧 啊 还能小白派精英大火 那个别录像啊 啊 别给我录像 怎么回事 哎 咱呐 显仓厚买 哦 听着好呢 你再开几 要不然浪费 他还挺会过 对啊 工乐队啊 不丧行 哦行 没有板 是啊 既个儿哼哼过门 可以 噔噔噔里根儿 噔噔噔里根儿 噔噔里根儿 噔噔里咚 我先喝口水 季秋霜中 延声 行 行 滴灯 东里 尘养 啊 淮 消香管病倒 林黛玉 门儿寂静 就延藏台 尤家母在那边料理 宝玉应亲的事 各样的张罗也忙不开 呼一日文黛玉的病提到 吹吻以后 老人家不放心 前来探望他的外孙女孩 好 真有味 只见他 还往下唱 别打住 接着唱 接着唱 接着来 接着唱到哪了 只见他 细细而奄奄 细细奄奄 身体不动 倒了范营 范营们将话听不顾情 赵军初赛 我那二哥哥也上南京前去可好 忙二姐 去了六年 为了不家乡 停 打住 别 怎么改大杂会了 没干 你别给我录像 那姬子一冲着我 我心晃 心晃 准得串词 他会的还不少 那吧 我歇会儿 歇会儿 听老人的吧 这么说还有老人 那天呢 年过花甲的老艺术家都做了示范表演 太好了 您能不能挨着胃的给我们学一学 天儿啊 凉了 天经石调 冬天暖 冬天暖 冬夏天长 冬暖夏凉 住北方 天要是越热越出汗 越冷越想上茅房 快把这大石画 石头摇着东来呀 环摇转东 暴请大鲁 哭坏了那背影 影啊 这不探坏那小红娘 大鲜香 大鲜鼓掌这个爱听啊 是爱听啊 不是你这唱的太少了 一人你呢 多来点啊 多来 不行不行 怎么 这些位都这么大岁数了 哦 让他们少唱 照顾他们休息 你看他小不上来吗 还落个疼人 我当然不行了 嗯 他们都有学生了 哦 教了徒弟 这些老艺术家呀 嗯 多年来是勤勤恳恳 言传身教 嗯 都培养了接班人 这种老黄牛的精神太可贵了 为了继承和发展我们这个传统艺术啊 我认为 怎么样 必须要有艰苦奋斗 挖山不止的精神 对 才对得起我们的新时代 说的太好了 当时我们一激动啊 我主动上台啊 我听唱了一段余工一山 哦 这是严秋霞老师的代表作 对 嗯 据传说的一根龙的东 哎 我没找乐队怎么弦想了 回头一瞧啊 嘿 有一个人主动上台给我用乐器伴奏 哦 还有人给你弹弦 哎 主动上来的 谁啊 这人呢 大概你认识 我能认识 可能你认识 你说说哪位 你父亲 哦 废话 我爸爸我能不认识吗 我猜着了吧 哦 合着我爸爸也去了 这个场所你想想 他能读到吗 也别说 我爸爸给人弹弦呢 也是一美 感情是一美 怎么 几乎这俩小眼 嗯 饿不死的 哎 坐在那儿 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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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那渔宫他的家 再从前就住在咱们现在的警劳院 他的家门难免 一座是王物啊 一座是太行山 当在那边当 还够合脱的 双风耸弛 蜿蜒有七百里 高出了云表 把红日遮掩 那渔宫每天下地呀 总觉得不方便 如果是敢躺起 至少得走几天 山南的乡亲们 都渴望到山北 山北人 又何尝 和乡 到山南 实可恨 这险恶的山乱 会可断了 人间路 难道说 我们子孙万代 就不能够见晴天 我们一定把山伴 不能够塞拖延 好 当当在那边当 真是株莲碧盒 天一无风 就你爸爸这把弦弹的 哪像业余的呀 那是 台上台下 全挑大夫哥 我爸爸给你伴奏 那么有富裕 我唱完了 赶紧倒了碗茶 端过去 我老爷子 您快歇会吧 我得拜您为师 以后您得多帮助我呀 你爸爸一拍我肩膀 还真客气 怎么说的 你这叫骂话呢 互相帮助 共同提高 这是我爸爸 这是丁文元